一名詹姓,80歲的長者,赤腳站在路邊 旁邊有一台藍色的轎車左側車輪掉落在路旁勾曲內 動彈不得,員警馬上了下車協助 詹姓長者跟警方表示,因為患有糖尿病 駕車途中血糖過低而導致暈眩 以致駕車時偏離車道,車輪掉入了水溝內 沒有帶手機,一時間也不知道要如何來處理 索性,員警發現將詹姓長者送回家來休息 一名詹姓,80歲長者,赤腳站在路邊 旁邊有一台藍色的轎車左側車輪掉落路旁勾曲動彈不得 員警看到馬上下車協助 詹姓長者跟警方說,因為患有糖尿病 可能是駕車途中血糖過低而導致暈眩 以至於駕車時偏離車道,左側車輪掉入水溝內 沒有帶手機,一時之間不知所措 還好有員警發現,立即通知吊車 把車輛吊起,並將詹姓長者送返家休息 唐肉病頭昏啊 唐肉病頭昏啊 唐肉住這裡 唐肉車子就跑到,開到水溝去了 唐肉,你剛才不是停在那裡 唐肉住這裡啊,他家裡的友人啊 唐肉病頭昏啊,唐肉住這裡啦 唐肉,唐肉,唐車 本局長陳偉文說,建議患有慢性病民眾 盡可能不要駕駛7機車 可以請家屬或者是朋友代為接送 或者搭乘計程車代步 以避免身體突發狀況 危急自身以及其他用路人的生命 身體財產安全 記者高雙雙預理採訪報道